这是毛主席的一次罕见任性 如果不是彭老总亲眼所见 估计别人说了 他都不能相信 毛主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能够让彭老总哭笑不得 这要从1947年 中央紧急撤出延安开始讲起 老蒋刚开完搅供军事会议 3月11号就加强了攻势 调集了三分之二的轰炸机 对红色心脏延安 开始了为期八天的狂轰乱炸 为了领导人的安全 特地在王家平桃源挖了防空洞 毛主席和周总理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下 一南一北的在防空洞中办公 得知延安附近的部队 只有不到三万人 蒋介石调兵前将 打算一锅端 为了粉碎老响的阴谋 毛主席决定一枪不放 把延安留给敌人 经历过的战士 回忆起这一幕 不由的感慨道 蒋介石占领延安 是他失败的开始 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 兴冲冲的来到了延安 却发现是一座空城 那么毛主席撤离时 为何故意磨蹭呢 提出的特殊要求又是什么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47年 蒋介石大军是步步进逼 红色心脏延安危在旦夕 有人提出 要与延安共存亡 绝不让洪宗男占领延安 却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对 提出以退为进 果断带领中央撤出了延安 等到老蒋兴冲冲的跑来之后 发现这竟然是一座空城 等他看懂毛主席的用意时 却发现为时已晚 败局已定 但是运筹帷幄的毛主席 却在别人都忙着撤退的时候 故意拖拖拉拉 这背后到底有何用意呢 3月18号的傍晚 延安的中央机关人员 住房部队 还有机关家属 幼儿园都已经撤出了延安 敌军的枪炮声势越来越近 毛主席却慢慢吞吞 看着好像是故意在拖延时间 急性子的彭老总几番的催促 毛主席还是不紧不慢 眼看着敌军就要攻到眼前了 为了主席安全 彭老总再一次催促 毛主席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彭老总当场打路 毛主席提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彭老总又是如何解决的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47年中央紧急撤离延安 听着炮火声势越来越近 彭老总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而毛主席却不紧不慢地收拾文件 看着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为了主席的安全 彭老总是多次催促啊 毛主席却丝毫不见焦急 因为之前他就说过 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 当年前往重庆谈判的 弥天大涌重燃 淡定地对彭老总说 我要看看这胡宗男的兵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焦急的彭老总脱口而出 这归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 让部队听听看 一分钟也不能呆了 这才硬生生地让毛主席上了车 毛主席和警卫排长 坐着美军观察小组 留下的一辆吉普车 周总理和警卫紧随其后 及时撤离了延安 此时胡宗男的先头部队 已经进攻到了吴家藻园 特务也开始大肆破坏 好在彭老总当机了一段 撤离得及时 毛主席这才有惊无险 主席在离开延安之前 在会议当中鼓舞事情 叮嘱将士们 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换一个中国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再见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